大家好,歡迎收聽星期二得道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1月5日,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正式報導新聞前跟大家說一個消息 就是我們的新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已經正式投入服務 大家如果要看片的話,希望你可以去星期二新聞集團 因為我們在舊頻道被Youtube黃標打壓得很嚴重 我們首先會將影片上傳到星期二新聞集團 大家去搜尋星期二新聞集團這個Youtube頻道 我們的影片會先放在這裡 然後第二天會先放在舊頻道星期二得道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Patreon、月費贊助我們 首先跟大家報導的新聞就是關於英國的疫情消息 昨天英國的單日確診肺炎數字再創新高 在1月4日有218,724宗 創了單日確診肺炎數字新高 過去七天有126萬9,878宗 比過去再上七天上升了50.9% 而死亡數字 1月4日單日死亡數字是48宗 過去七天加上909宗 比再上七天上升了51.8% 死亡數字有時升下有時跌下 最後就是入院數字 12月27日最新的數字 單日入院數字是1,924宗 而過去七天加上9958宗 都是持續直線上升 過去七天上升了50.1% 所以見到英國的肺炎疫情 如果你在客觀來說 數字來說 的確是很嚴重的 你看到三個圖表 都有一個直線上升的趨勢 而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 不能排除任何收緊防疫措施的可能性 但目前為止 都是繼續實施B計劃 Plan B 而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 雅蘭斯表示 沒有證據顯示 倫敦的Omicron變種病毒株病例 已到達巔峰 根據德國之聲報道 英國至少有六間醫院基金會 宣布進入災難狀態 有些基金會擁有很多間醫院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聯盟 負責人表示 英國醫療體系部分處於危機狀態 有些醫院已請求員工放棄放假 以維持醫院運作 而學校方面 開學後有大量教師無法上課 英國鐵路運行協會也表示 鐵路員工中有十分之一 都是病了或隔離要留在家裡 英國媒體鏡報報道 英國救護車服務團體 在1月4日呼籲 有潛在心臟病發的風險患者 需要自行踏的士去醫院 又或自行去急診室 他說如果你叫白車 救護人員或需要兩小時後才到達你家裡 英國衛生大臣賈偉德表示 由於人手不足的問題 所以政府或會呼籲一些退休的NHS員工 或退休的醫生 要重返前線協助抗疫 另一方面 鄰近的法國馬賽地中海感染研究中心 IHU的科學家 發現了新冠病毒的新型變種病毒株 有46個突變 會令這個病毒株更具傳染力 甚至令疫苗失效 這個最新發現的病毒株標記是B.1.640.2 由地中海感染研究中心的科學家 在去年12月10日首先發現 他們在Twitter上宣布 在法國普羅旺斯、阿爾卑斯、福卡爾基耶鎮 的12名患者身上發現了這個最新病毒株 其中他們很多人都需要住醫院 研究中心表示 這個病毒株是由去年11月 有一名在赫密籠回法國的男子 帶了去法國 而這個男子已經接種完整的疫苗 他在回到法國後三天後確診 出現一些溫和的呼吸道徵狀 另外 鄰近意大利也新增170844宗肺炎確診病例 也新增259宗死亡病例 下一則新聞 英國倫敦警察局在1月3日 在Twitter上上宣布了一條片 片中說在去年聖誕節前12月6日至12月12日期間 倫敦警察在街上隨機要求民眾 當場用一些溜避的方法進行藥物測試驗毒 引起網民的熱烈批評 英國倫敦警察局在早前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 他們會在夜間在街頭巡邏 會要求民眾進行隨機的毒品測試驗他們有沒有吸毒 這個做法令很多民眾質疑倫敦警方在濫用權力 但倫敦警方表示他們這個特別工作小組 是為了確保大家在晚上逛街時安全 倫敦警察局工作小組表示 由於聖誕前後犯罪事件的比例會比較多 他們除了要加強警察巡邏外 還要用這個方法去驗下街上有沒有人吸毒 重點是要保護婦女或女童的人身安全 首都警察局特別工作組的偵緝總督察 格雷斯·布萊克表示聖誕節行動非常成功 警察在街頭驅趕甚至拘捕了很多危險人物 當中成功逮捕了一名因為性騷擾、強姦和襲擊女警 而被通緝的男子 雖然警方說這個驗毒行動是有用 但很多網民都批評這個隨機抽樣驗毒是濫用權力 下一則新聞 英國安德魯王子日前被美國女子朱佛利指控性侵 案件在1月4日在紐約聯邦地方法院進行聆訊 法院在1月3日的聆訊前公開了安德魯王子 和美國富豪艾普斯坦的秘密和解協議 現年38歲的朱佛利在去年8月向曼克頓聯邦地方法院提出文事起訴 指控他在17歲時即21年前被迫在美國富豪艾普斯坦 和他當時女友美國名媛密克斯威爾的倫敦住宅中 和安德魯王子發生關係 英國安德魯王子對指控否認 並聲稱對朱佛利毫無印象 從來沒見過這個人 根據《路透社》報道 紐約聯邦地方法院在1月3日公開了 英國安德魯王子和美國富豪艾普斯坦 在2009年的秘密和解協議 顯示朱佛利收取了50萬美元 同意不會在美國向艾普斯坦和其他相關的潛在被告人 採取索償的法律行動 而且在協議中也說永遠免除他們的法律責任 但這份協議成為了安德魯王子性侵犯的證據之一 這案件目前由紐約地方法官卡普蘭進行審訊 能否確立朱佛利對安德魯王子的指控 目前仍在審訊初階段 卡普蘭法官說如果無法達成和解 這案件可能在今年2022年9月至12月間進行審判 美國富豪艾普斯坦被指私生活淫亂 曾經性侵犯多名未成年女性 在十多年前就因為拐帶未成年少女而被起訴 前年又因為販賣未成年人賣淫而被起訴 最後在坐牢等候審訊時自殺 下一則新聞 中國和美國財團收購英國資產引起了國家安全問題 英國由昨天1月4日開始實施新版的國家安全和投資法 令外國企業如果要收購英國資產就會變得更困難 英國政府聲明表示 新版的國家安全和投資法 能夠令政府更密切地審視外國投資者的做法 包括賦予了政府權力對交易提案設下一些條件限制 甚至封殺一些外國企業去投資英國買英國的資產 如果外國的投資者或公司 是打算收購英國一間企業的任何資產 而這間英國企業屬於國防、能源或交通等等 可能影響英國國家安全的敏感產業 這樣這個交易就必須事先通知英國政府 英國新版的國家安全和投資法 在2020年11月首度公布 原來的舊法例已經實施了20年 不足以應付現代的威脅 英國政府又說 由今天開始政府能夠仔細地審查和介入 任何人採取的一些特定收購行為 無論是企業或投資人 只要交易可能傷害到英國的國家安全 新法例也定名了17項戰略領域 包括人工智能、AI、核電、機械人和太空產業等 按照這個新法例 如果英國當局收到的是一些不實或誤導的信息 政府是有權取消這個交易 新法例將追溯到2020年11月12日以來所做的任何交易 最後一則新聞 英國零售商協會在星期一、1月3日公布物價數據 顯示新鮮食物的價格按年上升3% 創下2013年以來最大的升幅 不少零售商都警告 接下來仍然會加價 根據英國零售商協會的數據 英國上個月按年通脹率是0.8% 比去年11月的0.3% 升了0.5% 新鮮食品上個月按年通脹率達到3% 是2013年4月以來錄得的最大升幅 比去年11月的1.2% 大幅增加了1.8% 至於罐頭、其他放得久的食品 在上個月按年通脹率達到1.7% 比去年11月的0.9% 升了0.8% 英國零售商協會表示 零售商正面臨供應鏈內部成本壓力 警告今年2022年冬天會繼續加價 英國零售商協會行政總裁迪金森表示 零售商無法消化全國重型貨車、司機短缺等因素 所帶來的額外成本 只能將成本轉嫁到消費者 他又說隨著能源費用上升 國民保險NI公款比率上升 和按揭貸款成本提高 消費者今年會面臨更大的壓力 他敦促政府要找到一些新的方案 去解決勞動力短缺等問題 來減輕消費者的負擔 由於天然氣批發價上升 英國能源監管機構在去年10月 已經上調能源價格的上限 可能在今年4月會再次上調 而英國媒體《每日郵報》也指出 英國家庭每年能源支出 會大幅飆升到400英至800英 今天的新聞報導來到這裡 再次多謝大家收聽 再次提提大家要訂閱我們的最新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以後的影片都會優先 在《星期二新聞集團》這個YouTube Channel上 會上載 之後才會在舊頻道上載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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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ses 別的 發生 發生 RP 你們 康